用python控制鼠标和键盘 用的是这个家伙 pyautoGUI 大家记住这个家伙 这个就可以控制鼠标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家伙 有什么用 他就告诉我们屏幕有这么大 他就根据这个来定位的 他是像素 跟你定位你的鼠标 他这个就告诉我鼠标的位置 现在暂时在哪 651就像素651 反正就是很多的重坐标 这个是把我这个鼠标 移到这个600到600 这个这个位置 就像素600600 这个就是两秒钟以后移 我不像我一点以后 他马上移 我一按了 我把鼠标放在这 移到哪里了 再试一下 移到这了 移到中间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大家先不要着急说 这个移这个有啥用 移这个可能没啥用 移这个也是有用的 你想把鼠标移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就有用的 click 移完以后点 是吧 不用举手 你直接在chart里面 你直接chart里面打字就好了 不用举手 你直接chart里面打字就好了 嗯 好 我们看这个为什么有用啊 大家不是上班喜欢混水摸鱼吗 是吧 你我们做这个 就是点五秒钟点一次 五秒钟点一次 你知道 假如说你上班用webx是吧 你你点了他以后 呃 你就把这个鼠标 鼠标放在这 是吧 你说 嗯 嗯 那他五秒钟点一次 你知道吧 他五秒钟点一次 那你比如说你有个webx是吧 你要挂在网上 我可以看有个同事 他24小时在线 你知道吧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可能24小时在线 你知道吧 那我现在怀疑他就是搞了这个一个小程序 你知道吧 五秒钟点一次 五秒钟点一次 你永远24小时在线 所以这是 呃 帮助大家automation的话 可能也勉强算是 就是帮助大家混水摸鱼吧 但是呢 你当然也可以发现其他的一些use case 是吧 那五秒钟点一次 所以你24小时永远在线 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用处 看这个同学问问题 哦 啊 的啊 五小时啊 这个 这个我们三秒钟吧 就自动写一些字出来啊 就说 呃 我给大家一下 你可以你可以自己可以发现这些use case 就是说 我一直抛砖引玉你知道吧 就是 能写字 你知道吧 好 好 哎 就是能写字 嗯 这个 哎 他还能这个几个键联合起来 我按后的就是shift键 然后 点四个left 我们看一下 那把鼠标放在这 是吧 他会移到 往左边移四次 啊 移到四次 你看小 包括小数点 把这个句号 这个use case 这个显示一个这个use case啊 就是 我可以自动copy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把这个框上 他就是自动帮我Ctrl-C吗 是吧 出来了 然后我就看 我现在如果点Ctrl-V的话 就出来这个 呃 就说这个也能自动化很多东西 假如说你能找到他的use case 这个是画画 是吧 Paint Paint 这就是自动放化 我相信这个能够让大家这个上班能够摸鱼是吧 或者是能够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些东西 这个很有用的是吧 比如说你能控制鼠标和键盘是吧 那你可能有些东西也能自动化是吧 那我能想到一些use case 这个比如说这个哎 这个家伙很有用 24小时在线是吧 啊这个就是Demo这个呃 怎么控制鼠标键盘 然后我们下机了 这就算了 这个呃 是吧 我们下机了 我们下机了 点Ctrl-V 点Ctrl-V